推開房門 屋內一片漆黑 我小四年級的雙胞胎兄弟 兩人被獨留在桃園一處 與移工分租的套房內 摸黑趴在床上玩手機平板 爸爸卻不在身邊 自己一個人 沒關係 那你怎麼去學校 去學校什麼事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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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星期前 他們隨爸爸從彰化搬到桃園 十八號晚間下課後 爸爸帶他們去吃了晚餐 留下一萬零兩百元後 便離開住處失聯至今 來 您快點 快快快 給阿嬤先到那個 他們走進去 你才能找到爸爸嗎 雙胞胎兄弟的爸爸 當天曾打電話 向彰化的友人阿葉姐訴苦 面對教養無力 心力交瘁 阿葉姐憂心孩子狀況 趕緊向彰化的一員求助 雙胞胎男童先被帶回派出所 桃園是社會主婦 他這樣用手禁給他 聽到這個阿葉姐的求救信號 我就馬上了解一下 然後也知道這相關的孩子 有長期可以說 缺乏家庭的照顧 父親又是單身 可以說無法去好好的照顧孩子 雙胞胎男童先被帶回派出所 桃園是社會局隨後介入安置 只是男童父親不告而別 又關機 警方只能透過定位 希望能盡速找到人 三天宣傳許書尉 正好報導 昨天好賓 庭保證